好 欢迎再回到欢迎全世界的节目现场 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美中科技战持续在打的状况下 现在中国大陆的反制西方手段之一呢 就是加强对稀土还有这些金属的凯菜跟精炼的控制 并且是收紧这个关键化学元素的出口 经济权人的报道就指出了 目前这个世面世界上呢 约有一半的镍跟锂 还有40%的菇跟20%的酮呢 都是由中国的矿气在生产的 而且这个比例是不断地在增加 那北京10月1号生效的新版稀土管理条例 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在稀土市场的独霸地位 从这个原物料端来进行把扣 那势必也能对半导体啊 晶片啊这些尖端科技的供应链带来影响 蔡委员怎么看 中国大陆前一阵子祭出了一大堆 不管是打你的电动车 打你的关税一大堆事情 现在中国从稀土这边来进行一些繁殖 稀土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资源 中国不是稀土资源产量最多的国家 但是却是产量最大的国家 其中有个原因 因为中国掌握的几个重要的要素 第一个就是稀土的制造技术跟制造设备 目前最成熟的都是中国自己所开发出来的制成 第二个呢 因为稀土的一个制造生产 需要很庞大的电力 刚好中国在生产稀土的地方 电力不是问题 第三个 做稀土的生产 要有一个降低成本 就要你要在很干燥的地方 那中国刚好不管是在江西比较高的地方 或者内蒙古啊 它都相对的比较干燥 所以它的制造的效率 良率跟产能啊 能够很大的一个扩展 那精炼出来的稀土才有用啊 平常稀土没有用啊 这个差别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产能会这么大 可是它的裹长量并不多 运长量并不多 那中国用稀土来作为一种战略的筹码 就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不理把它夸大 因为其中比如说在制造长征火箭的这种增速剂啊 或者半导体原件里面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啊 叫氦 那氦中国是90%依赖进口 而其中呢 最大部分是卡达 可是控制在美国的公司手上 所以这里面互相卡脖子是会 所以等于是一个互相谈判 那中国当然也要摆脱这种被卡脖子 自己要从煤炭里面去提炼氦 那目前已经初步技术上成功 但是在经济效能上还没到达那个可行的规模 所以目前来讲啊 还是要依赖这个外国进口 但至少有个好处 以前几乎50%以上依赖美国 现在降了5% 可是另外一方面又增加了 进口量里面将近80% 是从卡达 一部分从阿尔吉利亚 那现在刚刚也开始从俄罗斯 因为运送这个亥的东西 除了用船以外用管线 俄罗斯没办法用船运 那又没有特殊的管线来运 所以目前正在开发的俄罗斯运亥 那如果亥能够自主的话 那中国就可以使得西土的战略谈判 策码的价位更高 不然就要说这种稀有的东西 谈判就说我有几种可以卡你 可是千万不要 我有几种被你卡到了 那这个都是你的相互的 运作的效能就会降低 所以目前西土的战略资源 对中国是很好的谈判策码 但是不是如大家所想象的 那么好的谈判策码 要从更多的角度去 做这件事情的规划 好 还有一个消息是 美国的地址调查局 对外发布了一个讯息 就是他们最近在美国的 阿肯色州发现了价值高达 1500亿美元的锂矿 这个锄量是介于500万到1900万吨之间 这个数字呢 足以供应2030年全球汽车 锂电池所需要分量的9倍之多 好 家里有矿固然很好 然而锂啊 需要精炼的设施啊 那现在大多集中在中国 这个红色供应链是很难被撼动的 那发现这个锂矿的运藏 对美国而言啊 还是多了一份自主的选择 但如果他们接下来 想要建设这种一条龙的产业链 就像刚才我们委员说的 减少你被别人卡脖子的这些筹码 那他们自己要敲下来做的话 要面对哪些难题 对 你知道那个 刚刚发现了 美国地址调查局 他们说我们发现大矿卖了 好大的锂矿 有多少 500万到1900万吨 你要想500到1900 就等于到2000 这有三倍的差距 这个数字好像估起来有点奇怪 对不对 其实我跟你讲 其实锂矿要怎么开采 锂矿是出自于石油或天然气的开采过程之中 发现了地下的盐水 从盐水之中提炼出锂矿 所以他到底经不经济 现在还不知道 他到底效不 就是说有没有足够的效能 还不知道 那这个地方再来 在Arkansas的那个叫 Smaker Formation这个地方 Smakeover Formation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老实讲 它的延伸很长 它一直可以延伸到Arizona 它延伸四五个州那么长 那现在地质量局 它说已经发现这个东西 但是问题 技术困难在哪里 在地下一万尺的深度 一万尺的深度 然后你要是真的能够提炼出来的话 到底有没有500万到1900万吨的能力 可以提供 从现在开始 从今天开始起算 到2030年底 六年对不对 六年可以提供全球 电动车市场的需求的九倍 也就是说 如果全世界一年之内 要造200万电动车 它可以提供你九倍 1800万辆电动车的 锂电池的需求 它可以提供这么大的需求 那照理讲的话 艾克森美福石油公司 他说我要投资了 他举手了 我觉得这到底是拜登 叫他举手 因为那个成本很贵 还有最重要的是 它会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有的环境评估专家都说 地下一万尺抽出来的东西 你要用多少淡水 你要用多少淡水 你对于环境的影响有多大 因为你抽出来之后 那个是重金属污染 你要不要掩埋 你怎么做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其实话是这样讲 美国地磁调查局 他就会这样子讲 我觉得说 这一个好像是在 就是说选前放出一个利多的消息 但是能不能成功 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离的全球产量 智力是全球三层 那是最大的 澳洲是两层 中国是一层 中国也有一层 中国它产量为什么没有那么大 你知道吗 因为它就进口 每年进口600亿美元的离 干嘛 精炼 所以美国七成的离电池 要靠中国大陆进口 所以你就晓得说 在这种情况底下 美国它放出这个讯息 就是告诉你说 我们中国有了 我们美国已经有这个矿卖了 所以说将来我们可以减少 对于中国的依赖 真的是这样吗 我实在是很怀疑 因为我觉得 那个矿卖真的要开发的话 恐怕还要数年跟十多年之久 你现在还是必须依靠 中国的精炼离矿 所以电动车的市场 还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了解 就算家里有矿 你要能去开采 然后衍生出后续这样一连串的产业 其实也是要做出很多的评估 跟这些资源的投入 所以不管是稀土矿业也好 甚至一些无人机 太阳能板 石墨烯 电动车跟领电池等等 其实现在众多领域 中国的关键技术跟产业规模 在全球上都是遥遥领先的 扮演领头羊的这个角色 但也因此受到了欧美各种的制裁 围堵 打压 那最好用的理由就是把国安拿出来 只要一卡到国安 就直接把你给打死了 那会不会给人一种以国安之名 行打压之时的观感 您老师认为这对于市场机制 跟产业会有什么样的不良 我觉得当然 就是说中国的稀土 会让美国觉得说 你是不是特别通过了一些法规之后 管制之后 你是不是想把他们 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字 叫武器化 weaponization 那我们过去看到 在产油国 1970年代的时候 OPEC搞过用石油当武器 那后来最后迫使 我们到这些最后的结果看 就是说美国当年 是自己的石油 全部留下来 当它的战略储备 然后没事就去买 品质还不错的 沙伏地亚中东的石油 然后价格也便宜 然后他等于是用别人的石油 把自己的石油留起来 可到最后受伤的谁 受伤是欧洲 受伤是日本 也是你的盟邦 所以你今天美国 当然是地大物博 很多的稀土你也有 你可以对抗别人 你可以跟他搞互相的制裁 但是欧洲国家 是不是一定能够跟着你混 日本能不能够跟着你这样子走 就是如果说你这样子制裁 到最后结果 受害的是你的 我们讲说你的盟邦的话 我觉得美国也承担不起 所以今天这样子 跟双方 我同意蔡委员讲了 双方都可以卡对方一些 所以你不要指控 就是大陆是在武器化 你自己也随时也可以用武器化 很多国家都拿这个资源 我们现在台积电也是我们的武器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拿把它当武器化 一样的 我没有说我们台湾的 我说我们台积电 虽然我们台积电 可能还要qualify一下 不是我们的了 但是在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这个可以讲吧 也是一个可以当作武器的东西 所以其实 如果今天大家都把这些贸易 把这些物资当作武器 然后甚至你看 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大家说乌克兰的粮食 对不对 这个骨类也变成武器 因为出不来 那俄罗斯把它当作 我觉得这个对全人类来讲 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不必把这些当作武器 大家都好 那我最后再提一点 今天这些稀土的体验 这个弄出来 其实蛮污染环境的 所以如果今天美国 你还要骂人家 你已经是使用 别人有在付出环境代价的 然后你拿到 然后你还说人家 我觉得这个很不道德 尤其是现在全球要在实施 这个减碳这股 这个环境之下 又要来做这些 会对影响环境 不好的产业 势必真的有很多的挑战 那观众朋友 对于这个美国自主来开发 这些稀土的一条龙资源 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在留言区下方留言 参与讨论 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回来呢 还有这个极音速飞行的话题 来看到中国大陆的 云行系列 超音速飞机试飞成功了 还有解放军部署的东风26导弹 在释放什么样的讯息 好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来看到美国的波音 劳资的问题 现在仍然是瞧不拢了 目前罢工行动 正要迈上第八周了 从营运 生产到劳资纠纷 波音真的是权限崩溃 上次蔡维员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有提到一个idea 哇 观众朋友很喜欢 就是美国的BI BI双雄 受到广大的回响 也就是波音加上 Intel 这样一个BI组合 好多网友都觉得 这个描述太深刻 不过这次我想先请教的是 严老师 我们可以看到 在波音八月份的时候 找来了现年六十四岁的 新任的执行长 凯利奥特伯格 来出任执行长 他能给波音 带来什么样的转机吗 毕竟这么大的一间老牌公司 然后这样已经走下坡 还好旧起来吗 我觉得第一个 就是他是工程师出身 而且就是我们知道过去 我有很多的朋友 在波音工作在西雅图 就是波音他们是有那种 在这个企业工作上面的 那种自信也好 或者说一种感觉上非常骄傲 说我这个公司 就是引领这样 美国的航太工业 结果你发现 后来来的这些CEO 只注意的不是波音的quality 不是波音的什么 而是我可以赚多少钱 我可以卡多少corner 然后让我的这个股票 能够上来 或者我到退休的时候 我所有手上的股票 可以兑现有多少 我觉得这个就是 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过去他们在这个制造业上面 是非常有自信有骄傲 因为他们的这个生产能力也高 生产力 productivity非常高 然后他们的品质也很好 可是当你碰到这一些 都不是工程师出身的人 来负责当CEO的时候 只看利润 那我觉得这个公司 现在就很危险 那我不知道今天 凯利润进来之后 他到底能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 过去的这种精神 比如说我们在台湾 我们常常最爱讲就是中刚 过去中刚的这种精神 对不对 一样的嘛 就是当你一个公司 后面接下来的人进来 只看我当这个中刚的 比如说这个我当这个总经理 或董事长 我如果有手上有股票 能够兑换到多少 我觉得这个就不是 美国企业过去的这种 所谓的企业精神 entrepreneurial ship 那个应该就没有了 所以我很认同 就是说波音的员工抗议 也是说今天我们要 你要给我们加薪 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受到重视 我们会deliver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deliver 就是如果今天你给我了 就是相对的嘛 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 美国跟日本最大不同 就是当公司状况不好的时候 日本的CEO是跟着员工 一起砍薪水的 美国不是 美国是找一个人来 把员工砍掉 然后自己薪水增加 我觉得这个 如果今天新的CEO 能够让得到员工的信心 还有救了 我们就看这位 这个也是工程师出身的凯利 她能否在波音 走出目前的这个颓势 好继续聊航空的产业 还有中国这边的话题 他们现在除了C919民航客机外 在超音速飞机技术 也有新创举 总部位在成都的四川 凌空天行科技公司 他们的云行系列超音速飞机 首次试飞成功了 据说这种飞机 以超过四倍音速的速度在飞行 什么概念呢观众朋友 就是原本 如果我们从台北飞到夏威夷 大概是八个半小时的时间 坐这种飞机 你只需要不要两个小时 就能到了 真的是改变了这个旅游的生态 干哥对这台飞机有什么了解 好 大家看画面上面 还有我手上拿的比较一下 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同样的概念 大家会不会觉得 好像很像的 对 没有错 好 这是四川凌空天行科技公司 它发展出来的云行系列 这个叫什么 这叫四倍音速技术验证机 什么叫做四倍音速 好 我给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说大家知道英法合资的协和航空 协和号超音速飞机 它是最高两倍音速 那这两倍音速呢 其实已经到人体负担的极限 那现在四川凌空天行科技公司 他们竟然能够坐到四倍音速的飞机 你就会想到说 哇 那真的是 真的是划时代的革新与进步 对不对 而且它已经试飞成功了 它2027年的时候 它就要开始国产超音速飞机会首飞 那我现在拿的 手上拿的是什么 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 大家熟知的 SRGC Blackbird黑鸟 这个概念是从黑鸟衍生出来的 为什么呢 这个黑鸟在1970年代 由波音 不是波音 由那个洛克希德公司的 凯利·强森所经营的臭釉工厂 所发展出来的 那SRGC它就是最早的 超音速飞机的一个基础 它是一个基础 那从这个超音速飞机里面 这个SRGC侦察机里面 所发展出来的飞机 那它的外形 你就会觉得说很像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是你知道这一架黑鸟 它重达70吨 为什么 因为它使用的材料是钛 钛合金 钛这么轻了还要这么重 因为飞机大 那你去想 如果天行科技公司 他们发展出来的科技 比这大四倍 那要多重 所以千万不能用钛 要用什么 要用复合材料 好 复合材料问题又来了 复合材料在大气层边缘 你能够抵御这种高温吗 对不对 你能够抵御它的金属材质 它能够长时期的这样飞行吗 所以这是非常重大的材料科技突破 所以我相信 就是说我们中国 它能够突破这样的科技瓶颈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叫什么 叫引擎 它用引擎是用什么引擎 是你现在我们科技 没有办法想象的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飞弹 都用冲压引擎 它是超然冲压引擎 那个现在美国都还做不太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中国大陆的科技 它已经是要一代过去了 那你就会认为说 原来现在大陆竟然可以做到像这样 在材料科技上面 在引擎科技上面 在叶片的承受度上面 这些东西都是让人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说 大陆现在 清华大学 最高的风洞 已经达到30倍因素了 那个叫做JF-22的风洞引擎 跟美国F-22名字是一样的 可是人家是长达265公尺的 超级大风洞 所以这都不是用嘴巴讲的 大陆真的做到了 但是可以告诉各位 就是说以前 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洲际弹道飞弹 它叫导坡体 那这个飞机叫沉坡体 什么叫沉坡体 你知道 沉坡体就是它飞在冲击坡的上面 所以它的升力很高 那导坡体就是一般的洲际飞弹 它没有升力 所以说它一打出去的时候 它要赶快集中目标 它可以到25倍因素 那像这个沉坡体的话 它只有5倍因素 可是你没办法拦截 然后洲际弹道飞弹是可以拦截的 差别是差别在这边 因此这个沉坡体 客机真的能设计成功 对于将来的高超音速武器 背在大气层边缘的武器 是有很大的提升效能 所以到时候如果真的能成功的话 中国大陆不是只有客机 就是高超音速客机的科技 领先全世界 连它的高超音速武器导弹 它都将独步全球 是 这个概念我们继续延伸 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大陆 飞很快的东西 不只是飞机 也可以是飞弹 美国的情报分析师 麦考米克就说 中国的极音速飞弹 现在这个领域的发展 是领先全球的 并且说解放军 最致命的就是东风17 超高音速导弹 而且前几天 我们在中国央视公布的解放军 东风26 中远程导弹之后 英国的詹氏防务网就发现 在北京有一处导弹 生产设施附近 竟然摆放着59辆 东风26导弹的发弹车 种种迹象 蔡伟源 你闻到了什么味道跟解读 东风26导弹 是一种中远程的 高超音速导弹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征 就是说它可以打移动目标 什么叫移动目标 就是航空母舰 如果以它的射程最长可以到4500公里 这代表什么含力 代表是美国航空母舰如果离开关岛 要进入西太平洋的时候 那这条命大概就没了 因为它就专门在打航空母舰 对 而且它的速度是18马赫 刚才华干凶说风动30马赫 它最高起始速度就是18马赫 到25马赫 这个根本没办法拦截 因为它已经超过了 什么主动就向元雷达的一个 最高的扫描的速度范围了 所以要拦截这个实在太难了 那它说有摆个59辆 这个所谓的东风26导弹 就表示它可以怎么样 饱和攻击 那你美国在西太平洋 顶多在日本有一艘航空母舰 然后在加州顶多有两艘航空母舰 你就全来吧 59没够了吧 59没够了 所以也表示说美国航空母舰 要到了西太平洋 要跟解放军对壘的时候 它碰不到解放军的航空母舰 就已经面对很大的损伤的可能性 那至于东风17 它的等于是第二波的防卫线 它的防卫线说你好 你能够离开关岛 接近了 然后东风17更难缠 它是标准的刚才华干讲 成波体导弹 它成波体导弹的特色是什么 飞得更高 它不是抛物线的 它丢到了所谓我们叫near space 就是在这种外太空跟一般的大气层中间 上去了以后 它就关掉引擎 那关掉引擎的时候 它是用一种惯性的一个速度 在滑翔 滑翔的时候 它上面带有一种火箭可以横向移动 所以横向移动就变成 你的瞄准目标就变得特别困难 你无法计算它的弹道 所以它当你在第二个 封锁的时间的位置就在那 在1500公里到2000公里 也就是说解放军有两道攻击线 一个是4500公里 好 你就算有一艘穿过了 突破了 对不起 还有一个2500公里成波体等着你来 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 那事实上它还有500公里等着你 所以它有三道关卡等着你来 对 等着你 所以你说有第一导弹 第二导弹 解放军是有三道